哈喽,大家我们又见面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指示形容词 se, set 它的用法 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逼语从句 那么Sophie跟她的男朋友 Joyle一起去外面度假 搭帐篷 然后呢,就看到周围的美景 非常开心啊 他们之间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对话 Joyle就讲说 你看一下这些花啊 Sophie,是不是很漂亮 难道它们不漂亮吗 难道不的意思吗 否定一个倒桩的时候 我们要把ne pas放在倒桩的两边 这个就是我们对否定句做疑问的一种方法 也就是反问句 难道不漂亮吗 然后Sophie就说 你看看 这个河呀,还有 别忘了,你看这还有一条河 它好清凉啊 它在做一个感叹句 它真是清凉 然后这个时候Joyle就指着一个动物 远处的一个动物就说 C'est quoi cet animal là? 那个动物是什么? C'est quoi cet animal là? 那个动物是什么? un chien? 是不是一只狗啊? Sophie说 Non, non c'est dans l'eau 它是一只狼啊 是一只狼 C'est dans l'eau Je crois 我觉得 Je crois在这里是 我认为 我觉得 Non, non c'est dans l'eau Je crois 我认为它是一只狼啊 C'est incroyable 真是不可思议 真是不可思议 Incroyable 不可思议的意思 C'est incroyable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最简单的这个 Je crois Je crois Je crois 是我认为就等于英文中的 I think I think 还有一个单词 也是类似的 叫做 Ponsy Ponsy 是想 认为 它跟C'est incroyable 基本上是可以互换的 C'est incroyable C'est incroyable 本身的本意 是相信的意思 但是在这里也可以 作为我认为的意思 那么 我们都知道 英文中 我可以说 I think that 我认为 什么什么 后面可以加一个句子 对不对 但是我如果用到C'est incroyable 或者是Ponsy 在法文中表达的时候呢 我就要这样去说了 我可以说 Je crois 我用C'来引导一个句子 就好像英文中的 That 是一样的 但是区别是什么呢 在英文中你的 That 是可以省略掉的 对不对 但是在法语中是 不可以省略的 所以你从来 一定要讲说 Je crois 这个是注意的 但是你说 老师 为什么这个地方 你看 Je crois 后面也没有C'呀 我没有看到C'在这个句子里面 对不对 但是就是英文啊 我把它做成了一个插入语 在口语中 你是可以这样讲的 说 Annonce dans l'u Je crois さわ 你要不然就直接按照正常顺序 要不然就直接把它放在后面 用动画隔开 也是可以的 这个就是法语中的 并语从句了 那么就让我们来做几个句子 好不好 我们可以说 他是中国人啊 我觉得 他是中国人 我觉得 我们可以讲说 Ile chinois Ile chinois Je crois 或者是 Je crois Q'il est chinois 为什么是Q'il est呢 是因为Q 注意一下 它是原音结束的 然后Ile又是原音开头的 所以这里啊 我们要进行一个缩合 我们可以说 Je crois Q'il est chinois C'est là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啊 我想啊 他喜欢这些花 我们用这个pensé来做 pensé 是想的意思啊 我们可以说 Je pense Je pense qu'il aime ses fleurs Je pense qu'il aime ses fleurs 我想 他喜欢这些花 Je pense qu'il aime ses fleurs 好 你看这句话 你觉得他喜欢我吗 我觉得他喜欢 这是一个问句和一个肯定句 先看第一句 你觉得他喜欢我吗 我们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讲 Je pense qu'il aime ses fleurs 他喜欢我吗 喜欢 爱 是动词 aime 注意一下 我因为它已经是一个人称代词 主语人称代词 所以这个地方的我一定是要提到动词前面去的 不要忘了 Tu pense qu'il m'aime 你觉得他喜欢我吗 我们在这里叫不得不说一下 那个非常经典的 我爱你怎么说 Je t'aime Je t'aime ça va Je t'aime 我爱你 我爱你 Je t'aime 那么这个答案说 我觉得他喜欢 你可以这样讲说 Je crois qu'il t'aime Je crois qu'il t'aime 或者啊 你也可以简简简单的说 是就好了 你可以说 Je crois que oui Je crois que oui 我认为是 当然你认为说不是的时候 你可以说 Je crois que non Je crois que non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宾语从句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指示形容词 在这个对话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 C'est animal C'est animal 这个动物 还有 C'est rivière C'est rivière 还有C'est fleur C'est fleur 这些呢 我们 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 这个 这些 像表示 这个 这些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使用到 指示形容词 那么它的用法 跟这个物主形容词 是一样的 跟mon mammy 都是一样的 也是限定词的一种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只要 把名词放在它的后面 然后呢 对它们进行 迅速的变化 就好了 那么 有关这个指示形容词呢 我们其实是有四种形式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格啊 首先是阳性的 ce和set set 你说 老师这个 为什么阳性会有两个啊 这个就跟我们之前讲的啊 那些特殊的形容词 都是一样的 ce 是用来修饰 不是以原因开头的 单数 阳性名词 那么 set 它是以 用来修饰 以原因开头的 阳性名词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 进行一个连诵 对不对 比如说 set animal cet animal 那么 cet c e t t e 它是用来修饰 阴性的 单数名词 阴性的 那么 原因 辅音开头 都是一样 都是cet 比如说 cet rivière cet rivière 那么 同样的 我们还有 c 用来修饰 复数名词 这个时候是没有 阴阳性的 区别的 比如说 cet fleur cet fleur 这些话 cet fleur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指示 形容词了 那么 很多同学 就会告诉我说 老师 我们之前 也学了一个 cet的 比如说 你在这个文章里面 也有啊 cet quoi cet quoi 这个是什么 还有这个 cet incroyable 这个se 还有这个 指示形容里面的se 有什么区别呢 同样的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之前学的那个se 还有这个se ce n'est pas facile ne suis pas beau 这里面的se 其实它的 词性啊 是代词 代词 是用来做 主语的 注意一下大家 这个时候se 做代词 只能做主语 而且呢 通常我们会跟 être一起使用啊 但是我们今天 所学的这些se cet 这些呢 其实 它是 形容词 它是有阴阳性 变化的 阴阳单负的 变化的 而做代词 那个se呢 只有 单数 只有阳性 这一种 准确的说呢 它是一个 无人称代词啊 它只能做主语 这样一来 大家是不是就 稍微明白一些了呢 让我们来 做几个句子 好不好 那我之前 其实已经用过 这个se 就是 我们今晚 要去图书馆 这句话里面 怎么说呢 Nous allons à la bibliothèque ce soir 我们今晚 去图书馆 我们用了 ce soir 是今天晚上 同样的 如果说 今天早上 我们就可以说 ce matin 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下 这个男生吗 可以给我介绍一下 这个男生吗 est-ce que tu peux me présenter ce garçon est-ce que tu peux me présenter ce garçon 当然 我如果说 你能给我介绍一下 这个女孩吗 那么就要说 est-ce que tu peux me présenter cette fille ça va voilà 那么我们一起来 重新读一下 这个对话 好不好 我们用 如果您喜欢我的食品 就请继续支持我吧 下次再见